病毒没有国界 也没有种族 肤色和财富之分 疫情当前 许多人都想为社会 为国家尽一份名利 贡献所能 彭亨·伯努监狱囚犯们的缝制手艺 一直都是受到了赞赏 国家元首后 东姑·阿兹沙·阿米纳在去年的登基仪式上 还特地穿上了该监狱囚犯缝制的防制品 预方和囚犯们得知前线人员缺乏防护配备 他们在获得外界提供2000公尺长的布原料后 暂时割下了其他的工作 一个星期无休 每天开工赶制防护服 监狱长拿督阿布哈山透露 这8名囚犯每天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下午5点 他们分成了两尺寸 裁剪和缝制三组同时作业 从上个星期五至今 已经缝制出20套的防护服 预方把成品交给了彭亨州政府的秘书处 再由秘书处分发给州卫生局 两名囚犯受访时说 尽管人在牢狱 可是能够为前线人员分忧 是他们最大的安慰 对 对 我们去看这里吗 我们去看这里 我们去看这里 我们去看这里